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十八章当中的第二节货币供给 在这一节里边有两个知识点都比较的重要啊 第一个就是货币供给的概念和货币供应量的概念 在这个知识点当中我们着重掌握的是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第二个知识点呢是货币供给机制 那在这个知识点当中呢我们需要掌握货币的创造过程 中央银行有什么样的职能 而商业银行又有什么样的职能啊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货币供给以及货币供应量 什么叫做货币供给呢 指的是一国呀或者是货币区的银行系统 向经济主体提供货币以满足其货币需求的这种行为 简单说就是银行系统向经济主体提供货币的这种行为 就叫货币供给 它又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货币供给的机制 一个是货币供给的决定 那关于货币供给机制呢 它所侧重研究的就是货币的整个的创造过程 而货币的供给决定呢 侧重分析的是货币供应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或者说是分析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因素 那什么又是货币供应量呢 货币供应量啊 它也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 也就是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边 应该是和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是相等的 二者是呈一一对应的这种关系 好 这是关于货币供给和货币供应量的基本概念啊 那下边我们着重说一下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在划分当中呢 我们先要掌握划分的原则 不过知道划分原则之前 还要知道货币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啊 货币它肯定是包括流通当中的各种现金啦 纸币啊 硬币啊 这些指的是现金 还包括在银行系统当中的各种存款 有现金 有存款 甚至呢 还包括各种票据及其他信用工具 也就是各种票据 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啊 还有信用工具 信用卡 信用证啊 等等啊 像这些也可以作为货币的替代物 参与到流通当中 那不同形态的货币呢 他们的流动性是不同的 所以一般我们就按照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不同的货币层次 那资产的流动性又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货币资产转化为通货 这个通货指的就是流通当中的货币啊 或者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这样的能力就叫做资产的流动性 那就按照这样的能力呢 来把货币划分成不同的层次 那在我们国家货币的层次是怎么来划分的 下边也是重点知识啊 怎么来划分的呢 它是把我们国家的货币啊 当然也是按照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的 就分成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就叫做M0 M1和M2 那么M我们倒是可以用money哈 钱的首字母来表示哈 那M呢就是有M0 M1 M2 它们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哈 包含的内容呢也是有所区别的 M0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流动性最强的现金啊 指的是流通中的货币 这个就是M0 在M0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加上单位活期存款 注意这是存款 那么指的是活期的 是谁的活期存款呢 单位的 单位的活期存款 如果和M0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累加在一起的话 就构成了M1 所以M1的范畴要比M0要大 它是多了单位活期存款的 这个M1呢也叫做狭义的货币供应量 那么在M1的基础之上 如果再加上一块潜在的货币量 就是单位的定期存款 还包括个人存款 还有其他存款 但是财政存款是除外的 就是说财政存款呢 也可以理解成是国库的这种存款 它根本就不在货币供应量的范畴里面 它不属于准货币 不属于流通当中的货币的范畴 那么像这些流动性呢 会更差一些 如果在M1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流动性比较差的 这些潜在的货币量 单位定期存款 个人存款和其他存款的话 那么就构成了M2 M2呢也叫做广义的货币供应量 那么通过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M0和M1 M2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M0流动性是最强的 指的是流通中的货币 加上单位活息存款就构成了M1 再加上单位定期存款 个人存款 其他存款就构成了M2 所以考试的时候啊 就这点内容 它是翻过来调过去的去考你啊 那可能会问你属于M1不属于M0的 属于M2不属于M1的 这基本上就是考构成是吧 当然里边还会有一些细节的知识了 那比如说像流通中的货币哈 在这里边呢 谁来持有啊 那这个M0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呢 而流通中的现金 那是由谁来持有的硬币和现钞呢 是企事业单位 个人机关团体 注意这儿啊 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 这个金融机构呢 有存款类的 一般指的是那些商业银行啊 还有非存款类的 也就是商业银行之外的一些 这样的金融机构 这叫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啊 就是存款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存款类的金融机构 但是商业银行为主啊 那这个是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 那所持有的硬币和现钞的总和 这个就是M0 所以如果M0真的在去考你细节的知识的话 你需要掌握的就是由谁来持有 而由谁来持有当中 最关键的是后边这个金融机构 不是全部的金融机构 应该是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啊 好这是M0要考你的地方 接下来M1呢 你就知道它是我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 如果要考察的话 可能也就是考察M0和M1的 这个基本的区别啊 还有就是M1的基本组成呗 那接下来M2呢 是广义的货币供应量啊 它是在M1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一些准货币 而准货币有哪些 这又是一个细节的考点 准货币呢 包括单位的定期存款 单位存款啊 它是包括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 活期存款在M1里边 定期存款在M2里边 而个人的存款 不管活期还是定期的一律 都是在M2当中啊 还有其他存款 比如说存在证券公司里边的这个存款保证金 那这个是属于其他存款的范畴 这些呢都属于流动性比较差的准货币 那只放在M2当中 不属于M1也不属于M0啊 那M2呢 它的这个研究啊 是属于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啊 M2是研究宏观调控的主要的变量 好了 这个是关于M0 M1 M2里边一些细节的知识 那接下来再提示一下啊 就是像我们国家的这个货币啊 M0 M1 M2 你主要是从M2的这个角度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它既包括现金也包括存款啊 包括现金包括存款 那我再问你哈 包括房子吗 不包括哈 那包括股票吗 包括债券吗 包括车吗 都不包括 所以要知道我们国家的货币啊 仅仅指的就是现金和存款 而且财政存款是除外的 也就是由政府来支配的存款啊 那它不属于货币供应量的范畴啊 好了 这个是关于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那是极其的重要 下边呢 我们来做题练一练啊 来看13年这道单选题 目前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的 一般依据的是什么呢 考察的是划分的原则嘛 A 货币的名义购买力 B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 C 一定时期之内全社会的各类存款量 D 货币资产的流动性 那最准确的当然是D了 货币资产的流动性 是划分货币供给层次的原则啊 那这个流动性呢 也是各种货币资产 转化为通货或现实购买力的 这样的能力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货币资产的流动性 主要是为了应对后边如果要考你这个各种货币资产转化为通货的照能力 你看没有流动性啊 但是这个意思它也就是流动性的基本含义了啊 好所以就是也要把流动性是怎么回事 这后边的这个话呢 也需要清楚 那下边我们再看19年这道单选 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当中 属于M0呢是M0是流动性最强的就是现金嘛 流通中的现金 这个就是M0 所以选择的是BR 通过这个题我们主要掌握的是M0 M1 M2的构成 可以考M0 当然就可以考M1 当然就可以考M2了 而且考过哈 只是我没有完全整理到我们讲义当中 那下边呢 再看2020年的这道单选 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不同层次 其中单位定期存款属于谁呢 A M0 B M1 C M2 D M3 我们都没说M3呢 只说了M0 M1 M2嘛 那这个单位定期存款是属于哪个范畴里边的 定期存款当然流动性就比较差 应该放在M2当中啊 属于广义的货币供应量的基本组成内容 选择的是C啊 那么前面所谈到的这些细节的知识 那后边会在母题班当中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啊 我经讲班就给大家提炼这么多的题目 我们来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那下边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做社会融资规模 一共是六个字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先从字面意义上边来了解一下啊 社会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实体经济 融资呢 筹集资金 规模呢 总额 所以就是实体经济筹集资金的总额 叫社会融资规模 然后再细致的去说一说哈 什么叫社会融资规模呀 是指一定时期之内 比如每月每季或每年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境内的非金融企业和住户 这个挺重要的啊 叫境内非金融企业和住户 不包括金融机构了啊 那么这些部门哈 就是实体经济 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 这叫社会融资规模 所以社会融资规模呢 你要掌握哈 就是从含义上边 你要掌握是谁 从谁那儿筹集来资金的总额 这叫社会融资规模 那么他也能够理解 就是金融机构 对实体经济的一个资金的支持量 那么这个社会融资规模和我们前边所介绍的广义货币 所以供应量M2有没有区别呢 当然是有区别的哈 那么他是站在筹集资金的一方 来研究他到底能够筹集多少资金的一个指标 所以他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哈 来看到底实体经济能够获得多少金融体系提供的这种资金量 然后呢 当然整个的这个范畴哈 他是要比那个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还要广一些的啊 那关于社会融资规模呢 在这里边我们需要重点掌握他的统计指标的构成 这统计指标呢 是涉及到四大部分九个项目 在我们近两年的考试当中 也考察的是越来越细致了 这四大部分呢 是包括金融机构通过表内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 表内指的是金融机构 比如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通过他的资产负债表表内所记录的这样的业务哈 来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量 那这个就叫做表内业务提供的资金 按项目来说是有两项 这两项第一也是最主要的 是社会融资规模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就是人币贷款 这个人币贷款也可以说是传统性的 贷款哈 还有外币贷款 这是第一大部分哈 你需要知道表内金融机构通过表内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 有两个项目 这两个项目就是人币贷款和外币贷款 那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啊 就是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 那表外业务呢 也就是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之外 那体现出来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它一共涉及到三个项目 这三个项目是务必要知道属于表外的业务的啊 那包括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还有未贴线的银行成对汇票 这个委托贷款呢 就相当于是假企业委托商业银行 把这个款项呢 贷给一企业 那这个过程啊 就叫做委托贷款 而信托贷款呢 就相当于是假企业啊 把这个资金呢 呃 委托给银行了 然后银行呢 根据相应的情况 自己来决定到底把这个款项呢 贷给谁 那利率啊 期限啊 都相应的是由商业银行来自主决定的 那这个就叫信托贷款 所以信托贷款呢 它相当于是信用托管的这种方式啊 就是接受别人的委托 带别人来理财的这样的形式 这个叫信托贷款 不管是委托贷款还是信托贷款 那银行都是起到一个中介的这种作用啊 那它属于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 向实体经济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然后作为银行承兑会票呢 就是银行承诺啊 要兑现的这种票据 那作为这样的票据实际上 也相当于是银行提供的 一种信用支持啊 那如果是已经贴线的这种银行承兑会票 是要放在人币贷款这个项目当中的 而如果没有贴线的银行承兑会票呢 那它就放在表外的项目当中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关于表外的业务包括三项 这三项是两个贷款 一个未贴线 两个贷款叫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一个未贴线呢 未贴线什么呀 银行承兑会票 就这样了啊 也就是说细致的内容呢 本身教材上边也没有特殊的去提 那从英式的角度呢 可能就会考你表内业务有哪些 表外业务有哪些 就具体的项目 你能够对号入座啊 接下来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 在正规的金融市场 所获得的直接融资 那这个是属于第三个部分 它里边呢 包括了非金融企业境内的股票筹资 比如假企业呢 它通过发行股票的这种方式 从股票市场当中筹进来相应的资金 但这个要注意是境内股票筹资 也就是在境内 境内指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来发行股票筹进来这种股权的资金 这个呢 是属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指标的构成部分 那假如说是一个中国的企业 它在美国上市筹集来的资金 它就不放在社会融资规模的这个统计指标里边 又不放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统计指标里边啊 所以强调的是非金融企业叫境内的股票筹资 非金融企业境内的银行债券筹资 那假如说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像商银行啊 比如说中国建设银行啊 工商银行啊 它是不是都属于上市的股份公司啊 那么他们当然就可以在这个境内啊 来发行股票 也可以发行债券 那说中国建设银行发行股票多少多少 那这个是不是要放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指标里边呢 不行 因为建设银行或者是这些商银行 它都属于金融机构 那像这些金融机构从境内的资本市场筹集来的资金 它不统计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 因为社会融资规模 它所强调的就是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所以这个资金呢 是从金融机构流向了实体经济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才放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啊 那我再问你如果是政府来发行国债筹集来的资金 这是不是要放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呢 也不是的 因为社会融资规模是实体经济筹集来的资金量 这个实体经济指的是非金融机构和住户 那它里边是不包括政府的 所以呢 也不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围里面 这个要清楚啊 下边呢 还有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 包括投资性的房地产 还有保险公司的赔款 那也就是保险公司啊 它也属于金融机构嘛 保险公司的赔款 给了这个实体经济啊 提供了资金了 它也是放在社会融资规模当中的 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公司的贷款 这个也都属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畴里面啊 那这个是关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指标 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 就是表内的业务啊 人币贷款 外币贷款 这个比较好记 然后就是表外的业务有哪些 也是贷款 但一定不是人币贷款 外币贷款 它叫做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啊 还有未贴现的银行承队汇票 另外就是从正规的金融市场 正规的金融市场 那私下里边的 这个不正规的 地下所获取的这些资金量 那它也不是这个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范畴里面的哈 来获得的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就是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所以相当于是从证券业所获取的资金支持量 那这个是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的主要组成啊 相当于其他的保险公司的资金 要知道一下 好了 这样呢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的主要构成也就介绍完毕了啊 如果要考试的话 可能从大的方面直接考你九个项目里面的一些 也可能单独摘出来表内的表外的 你要能够对应上啊 好 下边呢 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社会融资规模和传统的贷款指标的不同 传统的贷款指标呢 它主要是从银行业实体经济从银行业所获取的资金的支持 而这个社会融资规模的范畴会更广一些 它既包括从银行业获得的融资 也包括从证券业保险业所获得的融资量 这是社会融资规模啊 所以是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所获取的资金支持 而金融机构它包括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 这些行业的机构哈 它都属于金融机构哈 或者说金融体系 那这些金融机构哈 对实体经济的这种资金的支持 那它是统计在社会融资规模的范畴里边的啊 所以说社会融资规模 一般你可以这样 社融也行啊 直接说两个字 社会融资规模 也可以简称社融 社融哈 它是一个全面反映金融和经济关系 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一个总量的指标 10年的时候呢 这个社会融资总规模哈 是首次提出来的 到11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发布社会融资规模的数据了 现在你在百度里边一查 也都能够查到我们国家的社会融资规模 在各个时期里边的金额是多少哈 然后怎么来构成的 每个项目里边到底有多少金额 这个感兴趣你可以查一查 那从我们的英式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它的基本组成 然后基本组成要掌握清楚的话 主要还是对概念要深入的理解啊 好下边我们做做题 来看18年这道多选 是说下列金融统计指标当中进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的是 A非金融机构在我国A股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 完全正确哈 社会融资规模这个社会这个非金融机构就是实体经济 在我国境内就是A股市场 境内哈 境内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哈 所获得的直接融资 那这个是统计在社会融资规模里边的 接下来B 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什么贷款 信托贷款 委托信托两托贷款 简称啊 两托贷款 一个未贴线哈 那这都属于表外的项目 有三个啊 这个B呢 当然正确 所以金融机构通过表内业务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人币贷款 也包括外币贷款 这个就是表内的 也正确 房地产公司从地下钱庄获得的高利贷 地下钱庄 那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实体房地产公司的确是实体经济啊 但是他并不是从正规的金融市场获得的这种资金 他是从地下钱庄获得的 所以是不能统计在 本身是违法的啊 不能统计在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里边 然后E呢 是保险公司向受灾的投保企业提供的损失赔偿 这个是保险赔偿款 是来自于保险业的资金支持 放在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里边 所以这个题呢 选择的是A B C E啊 考察的还是蛮细致的 那下边呢 我们再看2020年的多选 金融机构通过表外业务 看清楚 表外业务 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 有两拖一个未贴线 两拖一个未贴线 那两拖指的是什么呢 信托贷款 委托贷款 还有一个未贴线的银行承对汇票 所以这个题选择的是B和D啊 贷款承诺和金融债券 贷款承诺金融债券 它本身都不属于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范畴 保险公司赔偿呢 是来自于保险业的资金支持 那它不属于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啊 所以表外业务你就这么记哈 是两拖一个未贴线 两拖未贴线哈 那这样呢 我们这个题选择B和D 在2020年的几套试卷里边呢 它考表外业务有哪些 还真还是挺多的哈 也就是说 它已经考察的非常的细致了 那四大部分啊 前边三个部分所对应的具体的项目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掌握清楚的 那这样呢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这个内容呢 也就讲完了 那整个货币供给和货币供应量的 这个大的知识点就介绍完毕了啊 在这里边呢 需要大家重点关注货币供给层次的划分 以及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的构成 下边呢 我们来讲一讲货币供给机制 货币供给机制 它所研究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的行为和过程哈 那我们知道货币既包括现金 也包括存款 现金如果站在中央银行的角度呢 就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啊 那我们拿到现金的话 这肯定是属于我们的资产啊 因为我们拿到现金 是可以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商品 是可以接受服务的 那这是由中央银行 由国家用法律规定下来 说这些法定货币呢 那持有者就可以用这个法定货币来购买商品 那作为接受方是不能够拒绝接受法定货币的 一旦要拒绝接受的话 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我们除了中央银行之外的 这个持有的现金啊 必然是属于资产的 而中央银行那就相当于是打了白条了哈 是给整个社会打了白条了 他印刷出来多少现金 就相当于打了多少白条 那就相当于是他欠我们整个社会的 印多少欠多少 只是这种欠呢 是不需要偿还的 所以它是属于中央银行印刷出来 不需要偿还的这种债务啊 这就是现金 那你要注意啊 站在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说 现金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啊 而存款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 那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比如说我们有50万元的款项存到商业银行了 那商业银行就欠我们50万 我们什么时候提现 他就在偿还我们呢啊 所以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而现金呢 是中央银行的负债 这是站在银行的角度 而站在我们个人的这种角度 或者是企业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现金 还是放在银行的存款 这都属于我们的资产 是货币形态的这种资金啊 是货币资产 好了那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就是 这个货币呢 是怎么创造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央银行有什么样的职能 商业银行有什么样的职能啊 来探讨一下这个过程 那中央银行 它主要的职能啊 就是利用它所掌握的货币发行权 和信贷管理权 它把这个信贷资金创造出来 它是由五到有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中央银行的职能 所以中央银行到底干嘛呢 就是利用它的权限 独特的这种权限 创造出来货币 所以这句话要掌握啊 信用创造货币的功能 是为中央银行所掌握的 就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 把这个钞票印刷出来 那这就把信贷资金创造出来了啊 这就是信用创造货币的一个功能 好这是中央银行的功能 那商业银行呢 商业银行肯定是不能够创造货币的 但是商业银行可以在中央银行 给他提供的基础货币的基础之上进行扩张 在扩张货币的同时还能创造出来 派生存款 那我用一个这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过程哈 像中央银行创造出来货币之后提供给商业银行 那中央银行这个创造的货币啊 或者说发行的货币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基础货币 比如中央银行提供100万元的基础货币给商业银行 那这个商业银行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银行 有大的有小的哈 我们就放在一起了 就都统统称为商业银行哈 那么商业银行呢 是不是要把这些100万的资金全部都带出去呢 也不是的哈 按照法律的规定啊 那商业银行应当要有一部分款项 再存到中央银行 存到中央银行的这部分款项呢 起个名字就叫做存款准备金 假如说商业银行又上交10万元 存款准备金在中央银行 实际上就是他在中央银行会开设银行账户的 然后在银行账户当中呢 就留有10万元的准备金啊 那这个叫存款准备金 那现在呢 我们算一下哈 100万元的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拿到之后 又上交10万元 实际上就是这10万元不能够自由的来进行支配 能够支配的只有100扣掉10万之后的90万元的资金啊 那现在商业银行拿到90万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再带给企业 比如他带给A企业 那A企业他必定在商业银行是有基本存款账户 你说我们哪个企业在商业银行没有账户 只是说他可能会在这个商业银行有基本存款账户在另外的商业银行有一般存款账户哈 那不管是哪个银行他都属于商业银行嘛 所以我们统统的都称为商银行 那他从商银行获得90万元的贷款 立马就会存到自己的基本存款账户当中 或者就直接这商银行呢 说带给你90万吧 那就直接划账哈 就把这个90万划到A企业的基本存款账户当中了哈 那假如说A企业他拿出来10万元的资金缴税了 那直接就划给税务部门了 那缴税的这部分资金形成的是财政存款 也就变成了国库存款啊 那银行体系是不能够动的了啊 这10万元拿出去缴了税了 那再提取10万元放自己保险柜里边 用于备用金哈 日常的交易的这种需要 就以现金的形式提取出去10万 那你说他的存款账户当中有多少钱啊 90万拿出去10万交税 提取出去10万的现金 所以在银行账户当中 就有70万元哈 那这70万元相当于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之后 那最终产生的70万元的存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除了扩张信用之外 他还创造出来存款了 有70万元的存款 然后商业银行呢 就又可以动用这70万元的存款 有人说那不是A企业的存款 商业银行能动 你说你存在商业银行的 比如50万块钱 你认为一直在你的账户上面趴着 趴着的是数字 而真正的钱 他一定是由商业银行已经流转了 商业银行是要把这些 储户的存款 企业的存款 是要使用的 它是需要流转起来的 那你一旦要进行提现的话 他会给你准备啊 另外的这种资金 是满足你的提现的这种需求的 这不是说你那有50万 就躺在你账户里边 这50万就不动了 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而已啊 所以他又有70万元的资金吧 那这70万元的资金呢 他继续可以提供贷款 比如说贷给B企业了 然后B企业呢 比如又提出来20万元的现金了 那现在提出20万元现金之后呢 就有50万放在基本存款商户当中 有50万 然后商业银行呢 又来50万 他继续可以往外去放贷啊 就这样继续放贷 创造派生存款 如此循环往复 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假如说我们不考虑后边的了 就简单的就考虑这个A企业 B企业这个过程的话 你想最初的100万元的基础货币 这种中央银行提供给商业银行的 这种贷款 经过商业银行的不断的存贷 那么经过这两次的这种存贷 那么最终创造出来多少贷款 就有多少贷款 原来是100万 那现在呢变成了90万的A企业的贷款和70万的B企业的贷款 那整个就是160万啊 是原来100万的1.6倍 所以是不是扩张了信用啊 信用原来是100万啊 那现在变成160万 所以有1.6倍的这种扩张 接下来有没有存款呢 当然有存款 A企业存款70万 B企业的存款50万 是不是又同时创造出来 派商存款 一共是120万元 这体现的是什么呢 就体现了中央银行 它是创造货币的功能 而商业银行呢 是在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信用的基础之上 来扩张信用啊 扩张信用来创造派商存款 这就是商业银行的 在整个货币创造过程当中 它具有的职能啊 当然它的扩张的能力 和创造派商存款的能力 是不是无限制的呢 不是的 你看这个能力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啊 受到缴税的影响 如果变财政存款越多 那当然商业银行最终能够支配的资金就越少 这个扩张能力和创造派商存款的能力 就会越弱啊 那么还受到提取十万啊 或二十万现金的这种影响 提取现金的影响 还受到上交 这个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影响 所以这三个因素呢 会影响商业银行可放贷资金的规模 进而呢 就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扩张信用 创造派商存款的能力 好 这样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这种例子啊 就是说我们大概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行了啊 那细节的当然还有很多 我们就不需要考虑 就大概知道它的一个这样的流转过程啊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进一步再说明一下商业银行的功能 商业银行具有扩张信用和创造派商存款的这种功能啊 商业银行呢 它是要在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基础之上来扩张信用 创造派商存款啊 创造出来这个存款 它不能创造货币 但是它能够创造出来存款 那关于商业银行 它这个创造派商存款啊 扩张信用的能力啊 也不是无限制的啊 那一般来说 它是要受三类因素的影响 而这三类因素是什么 前边那个简单的例子里边 已经给大家说明了 是什么呢 有收到缴存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的这种限制 这个存款准备金 已经放在中央银行不能动了 那么交在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 越多的话 它往外放贷的资金 它指的是商业银行啊 往外放贷的资金就越少嘛 所以存款准备金越多 商业银行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就越少 它自由支配的资金越少 那它的这个创造派商存款啊 扩张信用的能力就会越弱嘛 接下来受到提取现金的影响 因为提出去现金了 那商业银行就不能动了 它必须得是在商业银行的存款 商业银行才能够动呢 那现金都到企业保险柜里边 那商业银行怎么动啊 所以提取出去的现金越多的话 那商业银行的这种能力就应该是越弱的 接下来还要受到 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缴付税款的这种限制 那你说都变成税款了 我们也说这税款就属于国库存款 属于财政存款了 那商业银行是不能够动这部分的 这是由政府来使用的啊 所以说这个缴付税款 如果越多的话 那相应的这种能力啊 扩张信用创造派商存款的能力 就应该是越弱了 受这三类因素的制约啊 这是考试的重点 那下边呢 我们再说一说 通过刚才所介绍的中央银行 来创造货币和商业银行 扩张信用创造派商存款 整个货币创造的过程啊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这种职能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货币的供应量 也就是整个经济主体所接受的货币量 用M来表示 它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基础货币B乘以 商业银行的这个扩张的能力 这个扩张的能力呢 我们可以用K来表示哈 在这里边知道一下 这个B代表的是基础货币 就像前面举例子里边的 那个100万元的基础货币啊 这个基础货币呢 包括现金 也就是中央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哈 包括现金 还包括商银行 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那这个商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中央银行当然也可以动用了 也可以继续往商银行来提供了哈 所以呢 现金和商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是属于基础货币 这个也是考试的一个内容所在啊 下面呢 这个K比较重要 K呢 叫做货币乘数 也就是基础货币的扩张倍数 就像刚才我们例子里边的那个1.6 1.6代表的就是基础货币的一个扩张的倍数 那这个倍数取决于什么呢 如果按照绝对数来说哈 就是取决于三类因素了 这三类因素包括存款准备金 包括税款 包括现金啊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用相对数的形式来表达哈 就是用率的形式来表达 那它就取决于商银行在其所吸收的全部存款当中 需要存入中央银行部分所占的比重 实际上就是商银行存款准备金 在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 在商业银行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哈 那这个叫存款准备金率 存款准备金率啊 以及需要转化为现金和财政存款 所占比重的这个货币结构比率 你看这个货币结构比率 也就是提取现金的数 缴付税款的数 这个数都以货币的形式存放嘛 那就这些货币在总货币当中 所占的一个比重 你就把它叫货币结构比率 所以就相当于是把那三类因素 变成了两个率 一个是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是货币结构比率啊 那这两个率 它必然是影响货币乘数啊 也就是那个扩张的倍数 怎么影响呢 存款准备金率越高 货币结构比率越高的话 那当然这个扩张的倍数 就应该是越小的 货币乘数就会越小 所以说货币乘数是什么呢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和货币结构比率合计的倒数 这就是货币乘数 也就是K代表的意思 K就是扩张的倍数 比如基础货币是100万 K如果是1.6倍的话 那确定的货币供应量 就应该是160万元 就这样的意思啊 那现在说这个K呢 到底是1.6还是2.6还是16 还是160呢 那这个K到底有多大呢 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啊 受两个率的影响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和货币结构比率的影响 实际上就是三类因素啊 一个是存款准备金 一个是现金 一个是缴付税款 好 那和这两个率什么关系呢 就这两个率合计的倒数啊 这两个率 如果要是越高的话 那货币乘数就应该是越小的 就这样的意思啊 不要背是要理解的 你把前边我讲的 那个很简单的例子 理解了 就能够理解 这个扩张的能力 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要受三类因素的影响 而这三类因素 又总结成两个率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 和货币结构比率嘛 那当然这两个率越高的话 那货币乘数就应该是越小的 所以是从前边就要听懂 一直到最后 货币乘数应该和两个率是什么关系 那你自然也就懂了啊 好了 那货币供应量呢 它主要是受这两个因素的这种影响 一个是基础货币的影响 一个是货币乘数的影响 那基础货币 如果要越多的话 那相应的货币供应量呢 就应该是越大的 而如果基础货币既定 货币乘数要是越大的话 那当然货币供应量也应该是越大的 好 那关于货币政策啊 我们第十九章会介绍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所使用的那些工具 它影响基础货币的有 也有影响货币乘数的 那一旦要影响货币乘数的话 那往往呢 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啊 好 那这是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公式 那下边呢 我们用题目 把刚刚所介绍的这些重点知识复习一下啊 2020年这个多选是说 一般来说 制约银行体系扩张信用 并创造派生存款能力的因素 包括哪些 A 直接融资比例 B 企业债券发行数量 C 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公众缴付税款的数量 D 缴付存款准备金的比例 E 提取现金的数量 你说你怎么选 不就是考你商业银行的扩张信用的 以及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到底是强还是弱 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吗 那三类因素啊 这三类因素呢 就应该是有税款 有现金 有存款准备金啊 所以选择的是 C D E啊 考你三类因素 好 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 2020年这个单选啊 他说基础货币的扩张倍数 又称为货币乘数 7 数值大小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说的是货币乘数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那也是刚才所说的三类因素 只不过呢 变成两个率而已啊 A 存款准备金率 B 直接融资比例 C 债券收益率 D 汇率水平 那显然我们选择的是A啊 这属于就刚才给你讲的 2020年的多选和这个 2020年的单选是不同试卷里边所考察到的啊 你看它基本上考点是一个 只是说形式是有不同的啊 下边呢再给大家说 2014年这条多选基础货币包括什么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提供给商业银行的货币 包括什么呢 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还包括 这个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啊 所以它包括A 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 B 财政部门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财政存款 中央银行是不能够随意去动的啊 C 财政部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 当然也是不能动的 都属于财政存款啊 接下来B 中央银行的资产 中央银行的资产 这个不属于基础货币啊 接下来E 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这个呢是属于基础货币的 所以说是基础货币的 就是发行的货币 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和商业银行 在中央银行的存款选择的是A和E 而且基础货币可不是资产 对中央银行来说绝对不是资产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啊 包括现金 包括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站在中央银行的角度 那就是它的负债啊 好 下边再看16年这道单选 在不对线信用货币制度下边 信用创造货币的功能 通常由谁来掌握呢 A 财政部门 B 政策性银行 C 中央银行 D 商银行 这啥呀 这是信用创造货币 你说谁有能耐把这个货币创造出来的 当然是中央银行 所以应该选择的是C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之外的 谁要创造出来货币 那就是假币 所以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这个选择C啊 好 那到此为止 关于整个第二节的这两大知识点呢 也给大家讲完了 内容也挺多的哈 第一个呢就是货币供给里边 我们需要掌握货币供给层次 划分的原则依据哈 还有就是层次有M02 M1 M2 另外要重点掌握社会融资规模 统计指标的构成 我们又介绍了货币供给机制啊 在这里边需要知道 中央银行是创造货币 而商银行呢是扩张信用 和创造派生存款 那创造派生存款和扩张信用的能力 受三类因素 两个绿的制约 三类因素 两个绿的制约啊 这样呢货币供应量 那个M呢 就应该等于基础货币 B再乘以扩张倍数 也就是货币乘数K 好了啊 这样呢 第二节的重点知识 也就给各位讲解完毕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